老花一美人一答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花问题 好 第一个臭宝 他说每次都看你的开箱视频 寄来的花都是包裹黑心棉 前几天网上买了一盆月季 啥也没包就一个快递盒 收到的时候连土都动硬了 全是冰茶子 这种能救活吗 这是买的月季吗 这个都不太像月季 这种应该问题不大 应该是能复活 放到光照好一点的地方 就先不用管他 他自己应该能重新长牙子出来 月季一般动不死的 好吧 这个你可以找一下商家 你别说月季的 就像我去年冬天的时候 那个爱新蓉 它也是叶子都冻掉了 都冻黑了 然后还又复发了 好吧 应该是问题不大 下个臭宝 说老花一北京茉莉 原来特别茂盛 突然发黄脱落 逐渐怎么地 现在呢就是水大 缺光营养不良 凑宝 您一定要了解啊 茉莉是非常喜欢阳光的 然后呢在开花期间呢 其实茉莉最好的一个肥料是什么的 咱说句不好听了 就是老家里面啊 就我们农村老家那种 就是粪坑 从粪坑里面 最好是半年以上的老粪坑 知道吧 行那种是最好的 像咱们日常的时候呢 就可以用一些繁菲水 或者说用花的多一号这种 就可以了 好吧 多给烛光照 干了再焦不干不焦 别的没啥 你如果说叶片显得皱皱巴巴不舒展 你就先别让它开花了 修剪修剪 把肩部呢 那往下的两三对叶片 给它剪掉就行了 别的没啥 下个臭包 老花一 月节 是白粉病吗 叶子上没有 只有杆子上有 对是的 加强一下光照 适当的控制一下自己的喷水节奏 别老是喷水 一般缺光 闷热 潮湿 不通风的时候 就开始生一些病菌类的 一定要给住光照 好吧 像这种时期呢 可以用三座层 或者是甲鸡脱布巾 等等一系列的一些杀菌药 下个臭包 老花一 蓝小花 但是颜色不一样 咱看一下 应该不低于15度的温度 不知道叶片怎么了 叶片就有点蔫的 缺水了吧 胶片透水 适当的来点肥料 给足光照 快开花了 养的很好啊 别的没啥 老花一看看这个茉莉怎么了 叶子发黄 天气暖和了都不长牙 呦呦呦呦呦呦 现在是有点姜苗了啊 就是气温冷 他还没有唤醒 如果说您那边温度在15度以上呢 您可以用些101 或者是用一些个那个傅销菲娜 等等一系列的来唤醒一下姜苗 适当的该浇水的时候浇水啊 用一点点肥料就行了 别的没啥 帆飞水是最佳哈 下个臭包 老花一你好地灾 绿植厦门 黄叶落雷 蟹蟹 智子花地灾的 这个就是出现了一些个什么呢 就是黄花病 你看到叶子这种啊 它就是黄花病了 跟咱们人一样 叫缺铁性的贫血症 就营养不良啊 还是老规矩啊 如果说有半年以上的老贝更 来着一瓢 如果没有的话就翻飞水 可以治疗 好了 今天养问题就到这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其他养问题 视频下留言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不点赞呢 拜拜